哨声响起参加船头拔河竞赛的队伍 听着旁边的教练指示 按照练习节奏进行拉力对抗 可惜比赛场地因为下雨关系 满地的宁宁让赛事增加挑战性 甚至还出现全队滑倒在地上 但不忘了还要守住绳子的有趣画面 加油加油 因为场地比较滑的话 我们势力就要更多 然后这次刚刚我们白亚队友取了这个名次 正是在新北物来区公所 主办的109年全国泰雅族运动会 15号赛事正式展开 来自九个泰雅族乡镇的2300位选手 在此已较高下 其中也有现一选手被征召来参赛 为自己乡镇争取佳机 其实本来没有要比 但是因为区长就说 姊明就是要来帮忙这样 然后我就说好 那就是因为我们要全大运要做调整 回来自己复兴去为他们 跟过去一样 我们大概比赛的项目 大概分球类 还有记忆竞赛 还有田徑三大类 总共有27项 当然传统的部分 还包括射箭比赛 周首信表示 泰雅族运动会 从南投仁爱乡开始 陆续在九个泰雅族乡镇举办 今年终于来到最后一个泰雅族部落乌来 期盼透过赛事竞争与交流 邻居族人 而下一届主办单位 加油桃园复兴区公所接绑 有次新闻 采访报道